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拉抬幅度算是蛮强势的 都是拉一些电子全职股跟机翼优股 在8849点成为了收盘价上涨了74点 量是来到了863亿 之前大家都有人说有量才有价 但是最近大盘这个量并不算太多 但是价一直往上的涨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吗 我们就请到今天来必须在理之后的策略分析 是王兴杰 兴杰 吴安 大家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吴安 这个性节价量似乎是开始逐渐的背离之下 这个对于说后续行情来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性 我想其实整个为什么今天你会发觉 指数在拉尾巴的过程当中持续的写下 整个波段新高已经来到8849点 但是我相信其实韦丁跟各位投资者 你所担心的就是说增加量 为什么只有800多亿增加量 那我会直接跟投资者讲的 为什么这样只有800多亿 因为市场上70%的投资者还在干嘛 还在场外观望害怕不敢买 对不对 那为什么在场外观望 因为我们很清楚看得出来 大家其实在上礼拜还蛮担心 3月30号的330的这个凯道的一个游戏 是因为游行抗议嘛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上礼拜五 融资减了多少 9.92亿 减了将近10亿的融资出来 好 那上礼拜五砍出来的融资 上礼拜在场外观望的投资朋友 没有进场来买嘛 可是看到上礼拜五 不论美国股市反弹收红 甚至欧洲的股市 德国股市是大涨的 已经来到9700多点 德国股市已经怎么样 又逼近整个波段的一个 新高的一个相对位置 好 那国际股市 第一个欧美股市上涨 第二个330的一个示威游行 我相信其实这个应该是 除了看空的专家 除了放空的专家之外 我相信 都是整个全台湾的所有的老百姓 不论你有没有玩股票 都非常乐意见到的 就是整个330的示威游行抗议 怎么样 是一个平和的落幕 所以在整个330的一个 一个开到游行平和落幕 我们看出来 今天台股市直接开高震荡 走高上来 那上礼拜五卖出去的筹码 今天很多人是怎么样 买不回来 对不对 甚至放空的 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 因为马上紧接着面临 本周几乎有两百多档股票 融券要被迫怎么样 强迫回补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竟然如果市场上的资金 都要在观望 我相信各位现在的 其实在股票市场 做久就很清楚 行情总在怎么样 半信半疑总怎么样 悄悄的震荡走高 当你会怀疑说 这个会涨吗 这行情还会继续涨吗 今天已经涨到 八千八百四几点了 还可以再继续做多吗 没有错 当很多的专家 告诉你这种想法 当很多的投资朋友 你有这种想法 有感觉吗 股票就一直去 涨到什么时候才会有风险 利多见报的时候 大家都是认为利多 大家觉得说 这行情安啊 没问题了 搞不好 也许哪一天 政治利空消除了 搞不好 也许哪一天 所有的学生 退出立法院的时候 整个政治利空结束的时候 也许到时候来个加量激扬 搞不好你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觉得 我对整个行情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当市场 目前这个量 就告诉我 市场上的借金很重 那代表什么意思 顶多得要短线的震荡 波段方向 仍然是往上看 没有改变 甚至我相信 如果打波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一下 整个日K线图 台股的日K线图 你就很清楚吗 整个台股这边 就算你没有 我们八八经贵 整个看盘的转折功力 至少来上过 我们技术分析课 所有学院都很清楚吗 整个大盘指数是 在8500多点 将近8600点 站上的五日均线 而五日均线跟十日均线 已经呈现黄金交叉 这个就告诉你 至少这个期视是短线做多吗 是站在多方的这一边吗 那你不觉得说 整个大盘指数到目前为止 就是沿着五日均线 在缓步盘间上去吗 到今天不是在持续 写下波段新高 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在过去 这两个礼拜来 我想从整个3月18号 318整个太阳花旋运 开始发动的那一天 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投资本讲得非常清楚 来导播可以话帮我们带到我们的字卡部分 当时我们很清楚告诉你 政治利空 我们举了过去这十几年的历史经验 历史的例子告诉投资本 政治利空只会影响短线 对不对 短线下来还是往上看 不会改变中长期的趋势 包含2004年的总统大选的两颗子弹 甚至包含96年的时候 96年跟这次一样 今年底有七合一的时候 一个县市长的一个选举 当时的2006年的时候是 刚好北高市长的选举 百万红山军上街头 你会发觉是在这个地图去 短线打底完波段是往上看 甚至隔年因为未来要面临总统大选的时候 台股涨到9800点去选举 那投资本你也别忘了 未来两年之后 其实后年初就要进行什么 总统大选格局 所以为什么我们88基因会一直在节目中跟同事都强调 未来这两年会是台股过去这八年来最好赚的时候 未来这两年会是台股过去这几年来最好赚的时候 所以请你跟请我们脚步来操作 那我们讲的嘛 政治利空真的只会影响短线 不会改变中长期的趋势 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讲的叫你就是一样没有改变 权力积极 折股做多 甚至记得我们在上礼拜一的炮在台北我跟陈静老师的联合演讲会场 我们也跟投资友讲得非常清楚嘛 3月14号那一天讲得清楚操作建议干嘛 是做空吗 不是 是叫你做多 那如果你回过来看 导播顺便帮我带下整个大盘的日K线图 你不觉得个头之后 3月24号的那一天 刚好是这一波的最低点吗 3月21号24号那天 刚好就是这一波搭回的最低点 8509点附近吗 从8509涨到今天 你看也不过了多久 一个礼拜时间已经看到8800多点 已经涨了多少 300多点上来了 甚至我记得在上礼拜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把这一份资料 叫做台股上上签 送给各位亲爱的投资友 有没有 台股上上签的这一份资料里面 我说大阪的部分你不用担心 我们88基因会 我都把你规划好了 你不觉得说当时在上礼拜 我把台股上上签这一份资料 送给各位投资友的时候 我的趋势是怎么样 有没有 这边是跟你讲还是往上看 有没有发觉到今天为止 真的都完全一样 所以谈到整个大阪的转折点的部分 我相信你放心 安心 交给我们88经费就好了 真的有风险的时候 我会提醒你 但不是现在 真正有风险 我讲的嘛 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个短波段的拉回收 我相信我们送给你的这一份资料 第二季的台股走势推背图里面已经画给你嘛 时间也告诉你嘛 可能在什么时间点才会有风险 我们已经告诉你了 你个二脚步真正有风险 我会带你避开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 沿路明明到今天为止 大盘指数还在怎么样 还在持续写下破坛新高 确实沿路的整个三月份 到今天为止一整个月 几乎都在带你做逆势放空的动作 结果搞了半天 不仅你很可惜没有做多赚到钱 反而放空还被嘎到 现在很多股票要被人家农券强迫回补 有风险我们会告诉你 有风险我们会带你避开 但是可以非常肯定告诉你 不是在现在 不是在今天 也不会是在明天 也不会是在这礼拜看到整个波段高点 你放心好了 我们都帮你掌握住了 好那既然说 这大盘未来波段方向是往上看 我相信各位投资者比较关心 这样买买什么股票 就好像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有很多投资朋友 我们FB88经为粉丝团的投资朋友 也许上礼拜五真的 我觉得投资上礼拜五 场外观望害怕不敢买 可以理解的 大家坚定嘛 所以很多人在观望的投资 看到今天大盘指数 开盘直接开高上去 看到我们在上礼拜 台股上上线送给你的那一档 大缺姓3023的信邦 今天又大涨 今天又大涨 悬下波段新高 甚至差一毛点亮灯涨停板 对不对 那也很多的投资朋友在今天 FB盘中就问我嘛 他说 王老师 那这个震荡峰回今天还可以进场买股票吗 我今天也非常的在 乐意的在我们FB的88金会粉丝团里面告诉 问我的投资朋友说 当然一定还可以买 这边没有任何见到波段高点的一个风险出现 但是你要买对股票 我觉得重点是在这边 那要买什么股票 我想过去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我们88金会的家族成员 为什么88金会FB FB88金会的粉丝团的所有的一个粉丝们 会是这一波的少数赢家 因为我们帮你掌握到了 所谓的六大族群的六脉神剑 所谓的未来这边第二季聚焦的重点 六脉神剑 我们帮你掌握到这些 所以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从整个318学印开始的时候 我们获利没有因为政治利空而停止 我们没有因为其他专家 看空看保守 而让我们的获利 影响到我们的获利 让我们的获利停止了 我相信投资很清楚 从318的太阳花学运开始 寄生了五根涨停板 到最后的 五二六一的蓝色小精灵的 五二六一的创结 六天大涨二十几块 也是两根的涨停板分出 甚至到上礼拜 我们看到康熙来的 康熙来的怎么样 康书 有没有 短短半个月 三十五块 这边三十五块 涨到十十二块 也涨了多少 七块钱 买一张赚七千 买五张赚三万五 买十张赚七万 买三十张 恭喜你二十一万 只花了你 半个月的时间 甚至包含到上礼拜 跟你讲的 我们那时候台股上 上签那一份资料 有没有 这份资料里面 跟你提到的 这档股票 三二九一的远翔科 有没有 上礼拜在这边告诉你 五十六块买进 直接先 当天先拉一根涨停板 隔天再涨半支停板 两天怎么样 是不是赚了十% 可以轻松放国贷 这个你都很清楚 好 那我们说错落这些股票 你会发觉 从上礼拜的台股上上签 这份资料里面 我们真的非常恭喜 除了我们的家族成员 我们真的非常恭喜 上礼拜三月十四号 台北演讲会来听演讲的投资朋友 我们也真的非常恭喜 我们FB88金会 所有粉丝团的投资朋友们 我们也非常的恭喜 上礼拜 你有打电话进来 索取这份资料的投资朋友 那这份资料台股上上签 第一个针对大盘 我帮你规划好了 所以你会发觉 真的往上画 真的到从上礼拜 送给你涨到今天还在涨 大盘我们帮你掌握住的 第二个个股的部分 来 这支股票有三年吗 来导播帮我这边 这档股票我们送给你 大确信 3023的信邦 有没有在上礼拜 把这档股票的研究报告 3023的信邦 我们说我们不要江月长的回家幸福 我们要的是在股票市场赚到大钱 我们要的是有那个大格局 有那种赚大钱的霸气 我们要的是在股票市场赚大钱 倍数翻身的机会 所以我们有没有把这档股票 它的基本面 我这边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因为我在之前上礼拜送给你这份研究报告里面 来导播帮我秀一下这边 这份研究报告里面 对不对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大确信 3023的信邦 好 三月份要干嘛 马上要公布三月份的营收嘛 所以你现在选股市要选的三月营收好的标的 从基本面选股嘛 甚至我们在这边的六脉神剑这边跟你写的很清楚嘛 对不对 上礼拜跟你讲嘛 第一季营收嘛 第一季财报加的股票嘛 有没有 好 马上要公布三月营收 三月营收公布完之后 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要干嘛 准备公布第一季财报嘛 我们有没有告诉你这档股票 三月营收 跟第一季财报非常的漂亮 我们有没有当时把这档股票 我相信 没有人知道跟你解盘嘛 好 没有人这么笃定这么肯定的 敢当时在上礼拜跟投资后讲什么 这些勾票已经整理到尾声了 他说你今天没有打电话接到投资后 你要后悔失望的 你没有买个投资后 你会更加的后悔失望 为什么 我说成交量从一个技术面 基本面型股搭配技术面 你如果技术面都还不会 转握住技术面的买卖点的投资方法 我们非常欢迎你都还 随时来上我们的技术分析的课程 有没有 我们当时我们在上礼拜告诉你 现方的成交量 这边有一只一万五千多张的成交量 看他像这档股票 哇爆大量 我说你错了 这个量爆完之后 量已经收到剩下两千多张了 对 从一万五千张的量收到两千多张 我们有没有在上礼拜 非常地肯定地告诉各位投资后 这支股票要整理刷 各位投资后 有没有 我没有很肯定告诉你 30232信邦快整理完了 我有没有在上礼拜上的时候告诉你 礼拜四 信邦要过新高 有没有 有没有 我相信没有人敢 没有分析师解盘解到这么精准吧 没有分析师可以做到这一点吧 你当股票可以次先告诉你 这不是说成交量只有几十张的成交量购票 这个不是我会员喊一喊就可以拉上去的股票吗 大家都知道吗 这算是一个比较有量的中小型的机油股 对不对 好 上礼拜四真的创新高了 有没有 我说礼拜四过新高 他真的就礼拜四过新高 那为什么敢赌定告诉你礼拜四过新高 我说我从一个技术面角度跟你分享 对不对 好 昨天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信邦尾盘拉下来 有稍微压下来 对不对 为什么压下来 我相信我不用多讲 因为大家都会害怕嘛 怕330的什么凯道游行嘛 所以我知道 上礼拜那时候很多人来索取这档股票信邦嘛 我也知道很多看我们FV88经营会的粉丝 投资的一些投资朋友有买这档股票嘛 大家会怕如何 会怎么样 很简单嘛 有人可能在上礼拜五我先买一招 我有带先走一招 没错吧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我在上礼拜五跟你讲 这支股票还要去 信邦 我说还要继续涨不停 还要继续涨不停 真的 今天没有低点让你补回来 真的今天没有低点 真的这档股票今天没有低点 真的只能真的恭喜我们家族成员 恭喜上礼拜所取资料投资朋友 恭喜上礼拜来听演讲的投资朋友 恭喜我们FV88经营会的粉丝团的所有投资朋友 今天在这开关开高造高 在这开关 好 来到这边 我们看这边我在盘中印的时候 收盘导播刚刚也秀出来了 今天信邦的粉丝手势图导播帮的代价 有没有看到又收到今天最高点 有没有看到涨停价是46.3 收盘46.2 差一毛钱涨停板 有没有看到过去这几天 这一个礼拜以来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一个礼拜以来 我们从这边 当天的铁锤线上来 这根铁锤线的转折线上来 40.55元到今天46.2 已经涨了将近14%左右了 已经涨了多少 已经让你赚了5块多左右了 一张又赚了5块多 买10张又赚了5万多 买20张又赚了10几万 你如果跟我们一位王先生一样 这拌买100点下去 恭喜你 一星期的时间 真的个头支付 真的是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还赚了50几万 又赚了50几万起来了 而且这不是说 偶尔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才出来一档股票再赚钱 再大赚 你会发觉 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亮点 每个礼拜 推出新的标的 每个礼拜都有 少则让你赚个120% 多则甚至有 四成五成的股票 五支涨停板的寄生 对不对 甚至七根涨停板本盟的股票 都让你赚得到 好 那现在信邦上去了 信邦上去了 来个头之后 你来看一个技术面 如果量从这边缩到这边 缩到这边 缩到这边 当时剩下2000张成量 我告诉你 这个叫整理接近尾声 一旦开始放量 又是另外一波攻击的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如果你上礼拜错过信邦的投资朋友 好 这支股票 我先让你看他的 他的技术面 我先让你看这一档股票的技术面 少则剑 我们六脉神剑里面其中的一招 一档股票 少则剑 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东支 是在破底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档股票成交量 这边是8000张 说到今天我跟你讲 各位投资朋友 不到600张收盘 今天这一档股票少则剑的成交量 剩不到600张 所以又整理到尾声了 你看到这样子的整理 看到这样的量 看到这样的筹码面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不觉得就好像 就好像你在上礼拜看到的信邦吗 结果过去这一个礼拜信邦是这样大涨 今天是差一毛涨停板 那这一把 这一招 少则剑 你要不要跟上来 再搭配基本面 本益比不到10倍 股本只有十几亿的 小型的电子集邮股 你要不要跟上科 如果针对这档少则剑 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刚好明天进入4月份 刚好我们的88金位 节目真的 在这个时段开播 在这里三立财经台开播满一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庆祝 88金位 生日快乐 那生日快乐 我们今天特别推出这个168 这个活动 对少则剑有兴趣的 投资朋友 今天一通电话打电话进来 这支钩票真的不等你 不要像上礼拜 可以讲信邦 哪一天开始准备发动创新高 真的连涨一个礼拜给你看 这档少则剑 你要跟上来 168 只要168 只要168 要让你一路发到今年底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现在66 好好的时间怎么样 密切跟我们线上服务保持跌路 好不好跟上来 谢谢 好我们爸爸今天会休息 现在马上回来 777-7725-1377 可以更多的视野 三立全球财经 看见趋势的力量 88路线进站 本车开往台铺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人居住开盘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店送到 三立财经台在88频道 范玉华 蔡伟婷 李星云 楊一梅 陈舒贤 王志玉 台股的起点就在三立财经台 鎖叮叮叮叮 每天发发 3D排山倒海 4月3日 挪亚方舟 对于我们 这是创新的改变 及时互动紧密相连 不懂的观点 全新的视野 三立Explorer Truth stgnews.net 三立新文旺全新上线 不要怕 想买房子 第一步欠上住商I Can Go 帮你评估负担能力 再给你适合的房子 app一定这会能评估 买屋第一站住商I Can Go 住商不动产 在这个激烈的大盘之下 到底如何来挑股 是不是挑一些跟最近 这个季节有一些相关性的 会比较保守一些 好像没有错 这边就是说在整个选股方面 我们在过去这一个多礼拜 跟投资人讲过的六脉神剑 包含在整个夏天旺旗社会股 甚至包含未来上半场 也跟投资人分享过 因为未来要公布三月营收 三月营收公布完 就是第一季财报好的股票 所以这些族群里面 你会发觉它就是持续的在干嘛 在轮动 你只要能够掌握到 我们六脉神剑的怎么样 这六大产业的一个什么 族群的一个什么 那个轮动的脉络 我相信你绝对是 这一波股票市场的少数的大赢家 所以谈到这些股票部分 我想大区域性这一档股票基本面 我们不让费太多时间多讲了 大家看到 整个大区域性这一档股票 当时整理到量级缩的时候 我们跟你做分享的动作 果然这一档新邦 真的像我们所讲的 导播再看下去 真的连涨一个礼拜 到今天为止盘中插一档 收盘插一档涨停板 连涨五六天上来 整个端端几天就涨了五块多 将近十四%进来 如果你错过这些股票 我们在上礼拜跟你讲过 现在已经慢慢怎么样 准备冬天要结束 慢慢进入春天 春天完了之后就是进入夏天 所以夏天忘记概念股 你就一定要特别锁定 一年前刚好是 整个88进会节目 满一周年的过程当中 一年前跟你推荐的统一时 曾经飙涨了一倍 半个大概半年前 跟你讲过的冬天受惠股的 也在过去这半年涨了多少 涨了五成左右 所以我们在上礼拜 一直跟投资会强调的 像绍商件 就是属于夏天忘记的受惠股 你会发觉这档股票 一样就在一个中长几地步 准备要起涨 今天一样再拉根中长红 再拉根中长红 随时准备怎么样 突破上去 再创整个波段新高上去 甚至包含在安安赛 我们讲过了 夏天如果太阳变大 防晒系列活性成分 对他来讲绝对是一个注意 你会发觉整个在最近的升级组里面 整个晋升五支涨停板 四十几巴之后 就是他的走势是最强的一档标的 好那你说除了这些夏天忘记概念股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来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一下 2330的台积电 为什么今天大盘拉尾盘 因为台积电受到今天的最高点 台积电今天 有没有来导播帮我看K线图一下 台积电今天股价在创下 整个波段新高 有没有看到2311的日月光 今天的股价也再度大涨 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那为什么要谈到这一块 别忘了就是半导体的一些相关个股 老师你要听清楚 台积电已经跟你讲清楚 除了上修第一季的财报之外 也跟你讲第二季的是什么 台积电整个半导体业的怎么样 加速成长的时候 好那如果台积电日月光 这些中大型股票都告诉你 我第二季要优于 远优于第一季的情况下 我相信各位老师 叫你买台积电 你也没什么很大的兴趣 叫你买日月光 你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有什么那个股份太大 那个起 但是怎么样 比较不会大涨 比较不会飙涨 比较不会像 我们在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档 绍则剑 动不动 搞不好随时这几天整理完 就要一根长虹 甚至一根涨停板上去 所以这一档叫做 晶圆测试后段的一个封测场 以及它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本利比不到十倍左右 的一个小型的机优电子股 因为它的股本只有多少 只有10来亿而已 好那这一档股票除了基本面 我们讲的基本面选股之外 大概就是搭配技术面 当时的起码 买错时间不会大涨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是说 最近这一个月它在做整理 就好像我们当时在上礼拜 跟你讲信邦一样 之前信邦在整理 我们不会叫你买 但是整理到末端 成交量从8000张 从8000张成交量 说到今天只剩下不到600张成交量 它又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一招这一把哨泽剑 它又已经整理到一个尾声了 所以针对哨泽剑 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明天赶快跟上小朋友 随时要喷出去 来导播帮我们带一下 庆祝我们88经营会的生日快乐 今天特别推出168 让你一路发到今年底 好不好谢谢 感谢收看我是维庭 我们再会